潮流輕養生 新冠疫情下 居家隔離都要做著運動 更何況是日里萬機的國家領導人 不懂打不要緊 動兩下比沒有 喂喂喂 打球而已 不是打人 慢慢來不用急 敢讓你進 你啦 自信心都回來了 政壇風高浪急 今日順風順水 難保他朝都會失誤 現在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Oh No 不過不要緊 哪裏跌倒便爬回起來 其實做運動 何必這麼碌碌 好像這位老人家 坐定定練習一下 不是多好 麻煩快收點 還有整個答 你不累 Fulltop哥哥都累 指援你有排都未搞定 等我幫你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不是說笑的 寫字養生的確有根有據 中國人有所謂 受從不端來的說法 而南宋詩人陸遊也留下一笑玩不宴 病體為之輕的詩句 科學研究也發現 老人家每日練一小時的書法 可以延緩老人癡呆 練字養生信不信由你 反正今年79歲的拜登就信到十足十 截至上任後的一個星期 拜登簽署的行政命令多達三十七項 打破歷屆總統同期的數量 內容大多數都是將前朝特老頭的政策 推倒重來 內容涵蓋重返世衛組織 和巴黎氣候協定 停止撥款興建美麥邊境為場 以至撤銷針對部分回教國家的旅行禁令等 不一而足 莫說我們記不完 拜登自己分分鐘都撈亂 不信? 聽下拜登他老人家自己怎麼說 當然 凡事都有例外 對中國的防備和打壓 就令到以剷除特老頭暴政為己任的拜登 甘心突虧敗除 據報導 拜登將會簽署並頒布一項行政命令 要求政府審查關鍵的供應鏈 致力確保美國在科技和材料等範疇 避免過分依賴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 再加上之前他老人家簽署聯邦政府購買更多美國貨的行政命令 可見防火防盜防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 不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總統上場 壓制中國的主旋律都不會有分別 說實話 美國老都算是後知後覺 國內產業空洞化多年 一味靠印銀紙和華爾街玩財技到日 還自我感覺良好 以為自己經濟形態很高端 誰知新冠肺炎來到 全國五十個州都要架高者得 向中國勁拍低端產品呼吸機 才知道糟糕 政府要在供應鏈上去中國化 問題是供應鏈去中國化到底可不可行呢?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 在早前發表題為 《新冠病毒大流行後的全球貿易與供應鏈》 評論文章中指出 在新冠疫情之後 中國仍將在全球貿易和供應鏈中 扮演關鍵角色 各國和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脫鉤 根本不設實際 道理其實一致那麼淺 很多東南亞國家雖然製造業不斷發展 但仍然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 在基礎設施方面 亦都跟中國有較大的差距 更不要說中國經濟總量之大 根本無得比 很多跨國企業在中國設廠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有更多機會 直接接觸中國14億消費者 這方面 電動車巨頭特斯拉老闆馬斯克最清楚 雖然特路頭說到牙血都出埋 小馬哥仍然堅持在上海興建超級工廠 沒有他的 堅持美國製造 或者可以獲得 由總統遇刺愛國牌匾一面 但便恐定無法抵消美國製造的功能成本和運費 最後只會輸給競爭對手 那指以同胞本場得了吧 不好意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零成本去票站投票表過泰就可以 七千多萬投票給特老頭的人 豈不是只有一萬多千會去國會山莊捧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但沒有 都Make in China 外國 多錢跟 工業回流美國不work 那退而求其次 將供應鏈搬到別處可不可以 始終益其他人好過益死敵 例如印度這樣 當然沒問題 投資者只會頂得順當地落後的基建設施 和將工人暴動搶走的貨 計算入選號率便可以 所以說 無論是供應鏈去中國化 還是愛美國用國貨 講就容易做就難 你猜真是有支小忌廉天士棒 說變就變得出來嗎 之前特老頭承諾 為回流美國提供搬家費 結果政府出事由商界出雞的屎竅 被看穿手腳 又是講人治港 不講大家可能不知 愛美國用國貨這句口號 其實早在1933年 羅斯福政府頒布的 購買美國貨法令已經提出 幾十年來幾乎年年講 月月講日日講 新冠上任更加是大講特講 證明什麼呢 證明美國貨真的買不下手 而最好笑的是 拜登死跟特老頭 美國first政策 出事未折 但已經令加拿大等盟友 心都寒邁 擔心拜登推行和特老頭一樣 只不過是披上 和顏月色外衣的保護主義路線 你說是不是拿來搞啊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搞錯啊 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這位老人家 看清楚點才好簽啊 因著被人騙了身家